OK好现在8点03分 现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现在开始 首先感谢大家抽出周五晚上的时间 来参加我们这场直播 这是我们我们这个地产频道所办的 我们这是第五场 从我们从5月1号开始 我们从5月1号开始办的第一场直播到今天 一共是在到今天为止是第五场的直播 然后现在陆陆续续还有很多朋友进来 那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利用这点时间的话 给大家也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 5场的4场的直播 今天晚上是我们第五次直播 我们直播我们这个平台做的这场 66地产的频道 做的每个周五晚上的直播 首先一点我们是想要提供一个平台 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以房地产为核心为中心 所有的相关的与房产相关的内容 包括了我们的贷款 然后包括了我们的会计 我们的报税 所有的与房产相关的内容 我们进行就是在这个平台上 每一期我们会请相应的专家跟大家讲解 然后我这边的话会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 布里斯班房产 我这边所了解的 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5月1号的直播 第一场直播的话 我是根据手头上在售的房产的信息 跟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这场疫情 COVID-19对于布里斯班房地产的影响 以及如何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 大家如何进行卖房 和如何进行买房 如何找到一些简陋的机会 这是我们5月1号直播 所讲的内容 然后我们在5月1号直播的时候 我们也是很有幸请到了直播信师老师 作为一个嘉宾 给我们分享一下 他那边对于疫情 对于布里斯班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我们紧接着在5月8号的直播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布里斯班 非常有声望的全程信贷的信贷专家 跟大家做了一场关于疫情之下贷款 包括转贷 及各方面的以及海外贷款 这方面的一个专题 专题的一圈直播 然后我们的5月15号直播的话 主要是我们的疫情之下 请到了我们的会计师 我们的议员会计的 我们的会计师团队 给我们讲的是疫情之下 个人和小生意报税 以及job keeper的最新的一个政策 这是我们5月15号的这么一场的直播 然后我们上一个 就是上场之后5月22号的直播 主要是讲的是一个 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律师 请到了我们的律师 请到了我们的卵语律师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关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 以及疫情所给我们带来的房产合同 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 专场 请大家进来的朋友 把咱们的麦克先mute一下 麦克mute一下 听到小朋友的声音 非常可爱小朋友的声音 OK 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回顾 然后我在每一场的直播过程中 我都会挑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挑一个区域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域的一个介绍 那OK 那我们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直播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现在今天晚上的直播 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一点的话 我给大家share一下 我们这边准备的一个简单的 一个PPT材料 OK 今天晚上直播的话 我拿了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我们内西区图望区域 做一个区域的简单的分析 其次的话 我们就请了LDC的 我们的Edison老总 给我们分享一下 建筑服务流程的介绍 买地建房的注意事项 以及建房的常见的误区 还有后面的话 就大家的一个提问环节 我和Edison在筹备这场的直播 我们是在两三周之前 我们没有想到 政府会在昨天公布刺激 我们的建筑行业的 这么一个home builder 的这么一个激励 激励一个政策 在昨天政府出台激励政策的前提之下 今天我们来讲这些方面的话题 显得我们额外的引人注目 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也请来了 很有兴请来了我们的林慧明律师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从他的专业角度 对于昨天刚刚发布的 这个home builder的这么一个政策 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解读 今天晚上我们都会在这个直播中讲到 不好意思啊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 呃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如果是分享的PPT的话 我这边就看不到 我这边就没办法看到 等一下 我这边就看不到 大家还有有人新进来的人 新进来的人 我就看不到了 没办法 那个这个把人新进来的人拉进来了 这样子的话 大家还有新进来的人的话 通过群里面或怎么样 通过群里面跟我 act我一下 跟我说一下 然后我去把你们放进来 嗯 OK我们继续吧 首先分享一下这个图望区域啊 图望区域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嗯 图望区域属于布里斯班的这个内西区啊 这个地图上显示的这个区域图望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的教育资源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人口情况 房屋的中卫价与房屋所有权的一个情况 以及最后讲一下这个出售的一个情况 地理位置和交通距离布里斯班市中心 差不多就是一个7分钟左右的车程 我们的是一个内西区的一个范围 然后呢 我们这边图望当地有图望shopping center 然后距离英州批里shopping center 也就是10分钟的车程 购物方面是非常的一个方便的啊 图望的shopping center啊 两个shopping center 教育资源的话 图望这个地区的话 公校私校啊 从小到大 我们的这个教育资源的话 应该是可以一站式的啊 小学的学区的话 是图望state school 图望公立小学啊 然后呢 这个私校的资源的话 我们有这个 啊 Britzbank boys college 啊 然后呢 St. Peter 啊 两个私校 然后呢 啊 中学的这个学区范围的话 是画的 Injurpedi state high 嗯 等一下 我可以把人现在拉进来 OK 然后大学的话 就是用我们的UQ啊 我们的UQ 所以说图望整个这个区域的话 也属于一个学区啊 所在的这么一个区域啊 学校的学校的资源啊 就是学区的资源相当的不错 Britzbank boys college 然后一个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百年老校 一个男校啊 他的排名啊 也蛮不错 在私校里面的排名也不错 然后呢 Injurpedi state high 我们的公历的中学啊 就是高中啊 中学嗯 St. Peter啊 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 也是排名非常好的一个混校啊 私立的混校 然后to one state school 啊 这个作为公校里面的话 那学学校的学生人数不是特别多啊 那是我们的这个 呃 学校的这个排名还不错啊 成绩还不错 最后的话 就是UQ大学啊 大家都知道 也八大之一啊 我们UQ大学 现在排在澳洲的话 应该是第三第四名的这个位置啊 OK 我们继续 人口的情况啊 根据2016年的这个人口普查啊 土旺的人口差不多是1万啊 1万出头一点 10830人 然后2000多个家庭啊 然后呢 全部的这个住宅的话 是4000 将近5000个住宅啊 啊土旺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呃 就是比较留意的话 就是土旺这边的高密度住宅比较多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寓啊 我们的townhouse啊 这方面的住宅比较多 因为寸土寸金吧 然后呢这个人口的情况里面 还有我们就是这个文化和语言的方面啊 大部分是英文 然后呢这个 从下一个图里面也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这个除了60%的是澳洲人之外啊 我们的华人比例也是相对来说还还蛮高的啊 占到了6.2%啊 6.2% 稍等一下 我把人先拉进来 ok 好的 房屋的中位价和所有权情况的话 这张表的话列出来 从1992年一直到2020年啊 这个整个房屋啊 我们的这个均位价media price 中位价格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 呃2010年我们的均位中位价格的话是media price是712k啊 2020年目前刚刚统计的数据的话是呃1.045 呃m1045万 那么呃1045,000 sorry 那这个数据的话两方面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10年中这个人这个数 这个房屋中位价格的一个增长 第二的话也可以看到啊 疫情对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影响 就目前来说各个区域 我们的现在成交量的话 都有明显的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 ok 我们2010年到2020年是房屋的中位价格啊 涨幅差不多是将近46.7% 啊这边的剩下的话 我跟大家举了一下我们这个我个人啊 在这个土旺地区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 作为一个代表性吧 啊这边是一个unit block 就是说这个啊 一共是这个非常少应该是有五个啊 啊一二三四五六六间六间两房啊 这个unit block啊 当时的销售去年上代价之前销售的一个啊 这个结果是198万5千 然后呢他这边还有101号 grossley 右的这个图旺这个是一个独栋的house啊 103万5千 剩下的话图旺那边有很多的公寓啊 主要是二手公寓的一个销售情况 大家看一下 目前来说图旺再售房产的话 house啊独栋别墅是24个啊 这个数量的话跟去年相比萎缩了很多啊 现在上市的这个挂牌出售的房子的数量啊 也比去年的话有明显的一个萎缩的情况 还有公寓的话相对来多一点69个啊 就是今天的话 图旺这边提纲切脸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的重途系和主角的话 我们是交给我们的这个ldc的公司的老总啊 我们的Edison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个专场和专题 然后呢后面的话我们就请林慧明律师 给我们讲一下home builder这个项目 目前的一个专家的一个解读 对于政府政策的一个解读